各位网友大家好 昨天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南海冲突 以及美国介入的文章 我觉得德国的媒体还有德国读者他们的意见挺有趣的 值得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所以接下来我就翻译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们现在进入正题吧 这题目是南海冲突 美国认为中国的领土主张是非法的 我首先申明一下 美国根本就没有签署及批准联合国海洋公约 中国将南海据为己有 美国认为这是完全非法的 北京的反应很愤怒 指责华盛顿破坏地区和平 图片下面说明是 美国海军尼米兹号在南海 6月初美国派出两艘航母到该地区进行演习 本月初美国派出两艘航母前往南海地区进行演习 现在该地区的冲突正在加剧 华盛顿现在正式拒绝中国的海洋领土要求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表示 北京对南海大部分地区进海资源的主张完全是非法的 中国为获得对该地区的控制权而开展的欺凌行动也如此 世界不会允许中国把南海当成海上主权 蓬佩奥说 北京的中共领导层对这些指责做出了愤怒的反应 并指责华盛顿破坏东南亚地区的和平 北京称美国的指控完全站不住脚 中国与南海周边众多国家存在领土争端 美国现在已经明确的站在文莱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一边 蓬佩奥说 中国在有关地区阻碍这些国家的渔业活动 或天然气和石油开发的任何行动都是非法的 北京称美国的指责完全站不住脚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呼吁美国尊重地区大国 为实现南海和平和稳定所做的努力 停止干涉或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 停止干涉或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企图 使馆声明还说 美国试图在中国和其他南海接壤的国家之间播种不合 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令许多邻国以及西方国家十分担忧 最近中国与邻国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加剧 与此同时 华盛顿近几个月来加强了与北京的争锋相对 包括在冠状病毒大流行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的争端中 好报道就到这里 我们看看德国读者的评论吧 我觉得这更加有趣 第一个读者是这样说的 他说美国是指强者法则吗 你看看很多德国网友踩他 我们接着往下 在这件事上是中国想对邻国顽强者法则 以确保自己无权拥有的领土 你看这里同一套人就很多 不 美国指的是现行的海洋自由条约 任何国家都不得将其领海扩展到其海岸12海里以外 此外 还有一个延伸12海里的比邻区和一个28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但比邻区和专属经济区已经被视为国际水域 在这些水域中不得执行国家法律 不得妨碍或限制航行 因此根据国际法 中国的行为显然是非法的 而不仅仅是因为美国这么说 曾几何时 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是好事 上百万人死亡 全世界血流成河 其实我不太理解这个人的逻辑 难道血流成河才是好事 平心而论 不得不说 非华裔沿岸国家 对这些地区的临海主张并不一致 因为这些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 北极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 一系列国家也认为自己主张大片土地 谁来当裁判 条件反射的把中国人宣传成坏蛋 在南海问题上无济于事 派航母过来更无济于事 我只希望该地区 这里指南海保持和平 下面这个人是回应谁来当裁判的 他说联合国已为此目的设立了仲裁法庭 但中国的兄弟们你们不用打都是我的 的态度有用吗 不可能 美国只是该地区唯一一个中国无法像越南或马来西亚那样轻易默契忽略的国家 中国的政策确实只能说是帝国主义政策 另一方面这里根本不关美国人什么事 在扮演世界警察 这很难让他变得更好 我对这问题没有任何解决办法 只能尽可能让相关国家觉得这有争议的领海微不足道 例如可借鉴欧盟通过一个共同法律取义的方式 在我的印象中 越南人把美国消灭得一干二净 超级大国今天在这里啃这个苦国 至少我不知道其他南海皆让国家也人工重岛 建设军事居地 制造继承事实 所以并不见得是条件反射的针对中国人 作为对比 中国对中国海的主张 我认为他这里想说的是南海 就像美国想把整个加拉比海和墨西哥湾纳入自己的领土一样荒谬 你看同一台人特别多 美国声称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 只有划出红线的地方 美国人才会退缩 比如目前就只是俄罗斯和中国 你告诉我 美国在世界上哪个大洋上声称有有主权 并保留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阻挠或完全限制国际航运的权利 我觉得这个人显然不了解中国根本没有限制国际航运 而且这个人也不想知道美国的军舰航航在全世界游移 典型的双标 他不会的是指那个人他不同意 他相当于他认为是帮中国说话 所以这个人说他不会的 他故意蒙蔽双眼 所以他就不需要 对他来说美国永远是坏蛋 对某些人在那个国家三十年后还存在社会主义的余毒 也就是德国统一三十年后 有的人还觉得社会主义好 可能他这个意思吧 长期以来中国人什么都可以做 是时候让这个极权主义政权就范了 每个人从我做起 除非迫不得已我不再购买中国货 同一楼上的话 最重要的是 自由欧洲如此重视 只与民主国家合作来抵制坏蛋 但前提是坏蛋非常弱 又是类似于我不买中国货的空洞威胁 我敢说不用五秒钟 你就能在家里找到中国制造的东西 我来补充 比如说他用来打字的手机或者电脑 可能就是中国制造的 你好某某先生 也就是对那位抵制中国货的人说话 我同意你的说法 但不幸的是我必须意识到你只能买很少的产品 比如说LED灯 电池 汽车 电脑 手机 平板电脑 电子马达 或类似的东西都不能买 并不是所有含有中国零部件的东西都会打上中国的标签 但到处都在使用的零部件都是中国的 我认为目前中国和新冠危机的经验表明 每个较大的经济区都应该拥有或是建立这样的能力 也就只要拥有自己独立的供应链 至少在小范围内 只有在这个条件下 我认为才有可能给中国真正的压力 就中国人在南海的过分领土要求而言 美国是绝对正确的 在这点上 如果欧洲在中国人面前退缩 而不优先考虑经过考验的国际海事法 是不厚道的 到目前为止 出于经济上的原因 我们显然已经背叛了其他许多遭受中国傲慢态度的南海接壤邻国 这个人说这番话获得了很多点赞 其实我觉得有些他们是非常左派的人 如果他觉得经济那么无所谓 如果是他某天中国比如说跟德国的经济脱钩了 那很多人失业的话 那他自己失业他到时候会怎么办 所以如果是没有牵涉到自己利益的东西 他就会说这样漂亮的话 中国在唱歌 今天我们拥有南海 明天我们就拥有整个世界 但在他们能造更好的航母之前 而不是现在这些弱智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 好像德国自己连航母都没有 他还好意思说中国 他们通过倾倒沙子 让海礁变成岛屿 并加固他们 在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 中国租赁深水港建立中国飞地 在索马里 他们已经在欧洲海上贸易的大动漫雅丁湾建立了海军基地 其实更准确的说不是索马里 而是吉布提 这人的地理不怎么样 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 我们不应该认为这只是为了自卫 我在这里想补充一下 美国在全球有几百个上千个的军事基地 为什么只字布提 难道这又是典型的双标 你看他说的话得了15个赞 注意啊得了15个赞 只有一个才大的 我们看看下面一个人全球有1200多个现役美军基地 我们却无视这个事实 你看他说这番话 点赞的只有一个 踩的有两个 而上面那个人呢 点赞15个踩的一个 你看这对比多么强烈 一般来说涉及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政治话题的话 站在中立角度说话 一般是被踩的比较多被德文踩的 如果是帮美国人说话的是点赞的比较多 所以非常明显 也就是呢在碰到这种情况下的议题啊或话题啊 一般来说德国人大部分还是帮美国说话的 是吉布提不是索马里 先做好功课再抨击中国吧 今天给你一个功课 美国在全球有多少军事居地 小提示不止一个哦 越南有多少航母弱智的人做得很好 最终导致美国被打趴 这个弱智是指越南人 这里其实是赞扬越南 因为他越南没有航母也把美国打趴下去 美国之所以被打趴是因为美国人们不希望战争 哎呦啊这个人帮美国洗地也太明显了吧 尼克松在当选前就承诺撤兵 当选后他做到了 在巴黎条约1973年中 北越和南越达成和平 美国撤军 接下来的事就成了历史 因为美国打不赢了只能撤兵了 1975年4月最后一批越南人从南越首都西贡撤走 美国历史上最耻辱的失败有着复杂的原因 这是这个骄傲的军事强国历史上最大的屈辱 美国从越南撤军引发了全国性的创伤 约有5.9万美国人被用尸袋运回美国 美国之所以被打趴是因为越南人们不想要战争 好在至少有一个国家称中国人的不要脸的主张是非法的 但如果恰恰是这个自己拒绝所有的国际仲裁法庭的国家 那就不太可信了 那么现在谁来决定什么是合法有效的呢 双方都认为一切法律都来自于大炮射程之内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糟糕的旧时代 两者有什么关联吗 中国几乎把整个南海都宣称是自己的领土 而不是利益范围 这类似于美国将加勒比地区作为其领土 不要把美国拥有的全球少数几个岛屿基地来相提并论 没有可比性 你看看这个人又是帮美国洗地啊 不要脸 我不得不说 这是真的是典型的双标 他用什么词 他说少数几个在全球的岛屿基地 几百个上千个还是少数几个吗 这用词也太宽泛了吧 好吧下面接着往下吧 也许值得一提的是 国际海洋法法庭也拨毁了中国在该海域的主张 认为其毫无根据 但中国却无视这一裁决 中国对九段线的说法依据是 据说一千年前中国余命就在这个地方 这是相当明目张胆的扩张主义 除了对待维吾尔族人 西藏人和香港人之外 也是国际社会不应该只是耸耸金 而让这个邪恶政权屡屡得逞的另一个原因 他说这番话你看获得了极多的点赞 虽然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但不需要来自美国的威胁 更不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和这些共和党人 你看看采他的人挺多的 我不知道这里留言的是否有美国的网军 但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德国人大部分人还是认为中国是邪恶的 美国才是正义的 Ed Air这个人继续发言 他说如果该区域各国希望这样做的话 应该由联合国进行调解 目前我只看到美国再次想扮演世界警察 中国想把美国赶出这个地区 我们不需要有这样的参议院和这样的政府的 美国来做世界警察 自2016年以来 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肮脏的美国老 而且比如德国也受到世界警察美国的负面影响 下面这个人是回应他上面那个说的 美国受到世界警察的负面影响 他说可以见得你觉得德国实行40年社会主义 对我们有好处吗 中国人在联合国有否决权 联合国怎么调停 奇怪的是与中国领海相邻的 不敌中国的国家没有出来反对 凡是美国出来干涉 某人是否有权对他根本无权管辖的领土宣誓主权 在领土冲突中用权力来作为争论的理由 总是很可爱 克里米亚是属于俄罗斯还是乌克兰 我向你保证每一个争论都会有无助的互相矛盾的法律鉴定书 但有趣的是这个法律鉴定书根本一文不值 因为一块领土是属于能占领和保护他的那个人的 所以如果中国掠着这个地区 美国会怎么处理仍然令人期待 进行破坏活动发动战争 今天的中国其行为方式与二战前的日本帝国如出一则 虽然还不至于同样的咄咄逼人 但随着军事化程度越来越高 他对邻国和世界越来越勇敢 勇敢他用引号的 如果任由中国继续胡作非为 肆无忌惮 恐怕会有最坏的结果 美国还是相当孤立的 面对一一咄咄逼人的强大中国 而欧洲则继续向中欧经济注入数十亿资金 并默许中国窃取技术 欧洲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特别是由于德国的阻拦态度 是不会这么快就发生变化的 所以美国必须单枪匹马行动 被他的盟友抛弃 那我今天就翻译到这里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最后我想说的是 正如我以前说过的 如果在中美之间牵涉到政治的议题 大部分德国人是坚决坚定的站在 同一阵营的美国的一边的 毕竟他们都属于西方阵营 是自由的民主的阵营 跟独裁中国是不可能走到一块的 另外的只是想赚钱的资本家 因为他们没有祖国 哪里有机会赚钱 他们就跑去哪里 另外这个报道中还提到这样一句话 华盛顿现在正式拒绝中国的海洋领土要求 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现在是正式打南海牌了 另外美国认为中国的领土主张是非法的 我都不知道美国怎么有权这样来主张 美国他根本就没有也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公约 他怎么好意思厚着脸皮来说 中国领土主张是非法的 这一点我觉得怎么说 这美国可能世界警察当官了吧 什么都想管 没权管他也想去管 不理他吧 难道你一年365天天天派两艘航母过来 那也可以啊 就把你的军事拖款也可以 这样乐观其成对吧 那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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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